有生命力的《车水马龙》就是春天 总有些惊奇的几遇 比方说当我遇见你 你那双温柔低头的眼睛 出现在我梦里 我的爱就像一年龄 而且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路人就是 他就是开口就会大声说 哎呀至于吗 就是说大家 然后你又体会提粉丝 心里觉得有点 不开心就会说 那我见到我像我就是开心 我就是质疑 然后自己听了呢 也会有一点点就是 那种心里 就是会有一点难受 然后我一般就选择戴耳机 所以我一般的心理 我希望大家如果不小心 要碰到人了 就这样的清醒一下 大家都会有太多的朋友 但才很开心 不管结局会怎么样 至少想念的人是你 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 因为我真心对你 因为我真心对你 总有些话是不能提 怕你会倒入选择题 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 隐藏到一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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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 根本就没有做错的话 就不要去在意一些 你不在意的人的看法 你只需要在意 你不在意的人看法 早上不吃饭 常年不吃饭 不吃饭 隐藏到一面里 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 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 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 至少想念的人是你 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 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 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 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还是没怕相信 如果你还是没怕相信 真的没关系 我会安静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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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安静的离去